路边的这个钱可不要随便乱捡 来看到昨天的这个台中市区就突然的 这个美金满天飞 有不少民众赶快停下来抢钱 但是呢警方货报赶到现场 仔细看才发现原来呢 是抄向美金的民国纸钱 推断有可能是附近有墓园 有铃骨塔 而且还有火葬场 才会有驾驶洒下的买路钱 大马路上怎么会有一大跌的美金 飞啊飞的 路过人看到眼睛直发亮 难道是台中出现散财童子吗 走近一点瞧个清楚 原来这是流通在阴间的名字 哎呦 纸钞洒在地上 背面和针钞完全一样 黄眼一看还真的分不出来 比一比名字的左上角 又印上流水号 中间的肖像跟美金一样 也是富兰克林 唯一不同的就只有右边的这一行字 真的是英文的美国银行 名纸上则是写着明通银行 我要出来的时候 我是要过来这边 地上怎么有一张那个美金 我把它捡起来而已 大家觉得它垃圾桶 没有 不是 我知道是假的 这位太太一出门看到 觉得实在很出眉头 大白天市区里 怎么会出现名纸 然而这条路的附近 不止有铃骨塔 还有大渡山的公墓 旁边有个火葬场 可能是因为地点太敏感了 才会有人撒俗称的买路钱 警总是说东大路那边 那边有人打电话进去啊 这边有人撒美金啊 过去在北夷或是苏花公路 看见有人撒明纸 总是让人觉得毛毛的 时代不同 现在改撒超像美金的明纸 让民众还以为是真的钱 抢着捡 捡到一看 直说真倒霉 专闲公寓的方品文台中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性协力写